-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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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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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 -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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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這集單人的內容 因為你感覺有點不大一樣 唉唷 怎麼說 因為要跟你玩個PK啦 我最喜歡跟人家PK了 可是我怕我會輸會弱掉 要讓我一下好嗎 沒有 其實我在棒棒場裡面 是最不會穿衣服的 因為我是裡面最邋遢的 不會啊 看起來就 整個很有Gentlemen的感覺在 這些都是設計師買的 所以 我想問一下 那你平常私下喜歡什麼樣子的感覺 我平常其實 我比較喜歡穿比較緊的T恤 然後袖子比較短 然後低腰褲啊 然後就是你覺得很 那種隨性頹廢的男生的 對的的休閒 好啦 那Rookie平常就是一個很Gay掰的人 怎麼穿都是要感覺要想通告的感覺 你是 你是 半個藝人 喔 OK OK 不然接下來發片要支持我一下 可以嗎 好 我買 我買半張 半張 OK 沒問題啦 那既然我們都要PK了嘛 也聽到說 你平常私下穿著就是有點休閒嘛 那相信我應該 有點盛念在望的感覺 但是 我還是拿出實力 你還是要讓我一點好嗎 好 沒問題 那就讓我們支持我們的PK吧 嘿嘿 小鈺啊 我們的PK 你這什麼星星什麼貓啊 這個是招財貓 今年 今年要過年了嘛 紅色啊 又是招財貓 又是貓就是招財貓 招財貓 你看我的多可愛嗎 它有個啾啾 你這個螢光的綠色應該是要去夜店的吧 這是藍色 是嗎 這這藍色 對 但是我們兩個這樣搭配過後 怎麼能夠少了一個專業的造型師幫我們做個講評呢 對不對 讓我們歡迎我們知名的小開老師 嗚 哈囉 哈囉小開老師 嗨 Ricky你好 小鈺你好 老師啊 我想問她說 我們兩個今天是不是我贏了 欸 你覺得你贏了嗎 我覺得 某方面我贏了 好我要站在這個公平公正的角度來分析今天兩位PK的成果 好 沒問題 我要頒發呢 今天獲勝的是小鈺 耶 好好好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呢 小鈺她今天跟剛剛的風格呢 非常不同 她走的是可愛風 可愛風 但是呢又帶著這種帥氣的這種少男的感覺 你看她的衣服挑選了一個紅色 然後很可愛的這個小貓咪的圖案 基本上呢就是可以增加這個 痾氣的感覺 同時呢可以讓整個人看起來更有活力 而且她這個搭配更有特色 她裡面還搭了一個原本的襯衫 直接搭進去 然後她的褲子呢也是像這樣 現在很流行的 好 扣分扣分 飛鼠褲嘛 但她的飛鼠褲好可愛 她下面還接了一個紅色的那個 條紋的那個 像襪子一樣 穿靴子的時候呢就可以拉一點點出來 感覺整個造型都非常有層次 所以呢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適合她 那老師我呢 欸 感覺 有哀傷的感覺嗎 對 因為她都獲勝 但是我還是要講解一下嘛對不對 其實Ricky的也不錯 但是我覺得呢 可惜的是在呢 原本外面這個很亮的襯衫 這個線衫對不對 裡面搭了這個黑色的襯衫 其實看起來就會有點太嚴肅了 對 如果裡面搭亮一點的襯衫 可能會更好看 譬如說白色啦 或者是挑一些不同的鮮豔色彩 紫色灰色都會不錯 但是Ricky做了一件很好的一個搭配 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用了一個 白色的小領帶打出一個 啾啾的感覺 可以稍微的呢緩衝這種不平衡的感覺 算是呢 有加分的效果啦 對 應該是不相上下吧 好啦 不相上下在及格邊緣 及格 聽說我們及格是100分嘛對不對 剛好100囉 欸 不過不得不承認你真的蠻可愛 這樣算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嗎 不過還是我贏了 所以這個節目應該由我來主持才對 欸 欸 上半位就對了 OK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算是PK嗎 好啦 小玉贏了啦好不好 耶 但是如果節目前的觀眾朋友們 你想要我們QBOY長達峰前去支持你的店家 或者你想要跟小玉一樣成我們QBOY大老兵跟我PK的話 相信請上我們無名其男子官網留言喔